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的电影是空中危机 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 凯尔的丈夫意外坠楼身亡 满心生透的她只能尽快带女儿回到温暖的家 从柏林到纽约 飞机是最方便的交通工具 偷偷占据最后两排空闲位置的凯尔 睡醒发现女儿不见了 在其他客舱寻找女儿的凯尔 引起空乘人员的注意 她把女儿的信息告诉空姐 谁知空姐居然告诉她 没有朱利亚的登记信息 也就是女儿没有登记 凯尔确信朱利亚是个自己一块登记的 她坚持找完所有客舱 依然没有女儿的身影 回到原来位置的凯尔 在毯子下面发现女儿最喜欢的小熊玩具 转身的她看到了服务员芬妮 在芬妮的帮助下 她使用飞机上的通话器 请求所有乘客帮自己寻找女儿 很长时间过去 大屏幕上还是没有一点消息 着急的凯尔请求机组人员 使用整体搜索的方式寻找朱利亚 机组人员拒绝了她 他们觉得这样会给其他乘客 带来不必要的紧张 凯尔卢鼠家真的讲出飞机上 所有可以藏人的空间 机组人员被她打动了 可是整体搜索需要机长下命令 服务员向机长申请 凯尔回到位置上等待 可是根本联系不到机长 绝望的凯尔只能自己去寻找 就在凯尔拍打机长舱舱门的时候 一个男人制止了她 这个男人自称空中警卫 他的位置就在凯尔旁边 警卫叫出机长礼器 凯尔告诉机长 女儿的登机牌 之前就在自己的口袋里面 可是芬妮说 没有朱莉亚的登机信息 登机时 在门口接待的马歇尔 也没有注意到朱莉亚 就连坐在凯尔旁边的乘客 都说没见过朱莉亚 看着激动的凯尔 李奇答应了她的请求 整体检查之后 还是没能发现 任何和朱莉亚有关的信息 凯尔再次找到李奇 请求进入货舱搜查 李奇拒绝了她 激动的凯尔被强行送回座位 这时紧急情报解除了 这更让凯尔愤怒 李奇在凯尔质问下 告诉她朱莉亚已经死了 李奇在僻静处 说出了一件恐怖的事情 凯尔的丈夫跳楼时 抱着朱莉亚 从那以后 凯尔就开始精神失常 她见到的朱莉亚 都是幻想出来的 李奇爱拿出一张 医院传真过来的死亡通知单 证明自己的说法 不敢相信的凯尔 在回位置时 撞到扶手晕了过去 醒来后 身边多了一位心理理疗师 凯尔慢慢相信 李奇所说的事情 她绝望的望向窗外 呼出的热气 在窗户上显出一个星星 这是女儿登机前化的 凯尔明白 所有人都在骗她 凯尔不动声色的来到卫生间 通过卫生间的通道 进入控制室 她启动紧急救援模式 并关闭所有的装明装置 趁着混乱 凯尔走进货舱 女儿并不在里面 警卫也找到凯尔 将她靠在座位上 机长决定紧急迫降 将这个麻烦的常客 交给警察 这时警卫露出了真面目 她从棺材的海绵垫里面 拿出炸弹 安装在室内 朱莉亚就安静地 躺在海绵垫里面 准备好一切的警卫 找到李奇 她告诉机长 朱莉亚要一大笔钱 不然就引爆炸弹 李奇同意了这个请求 回去的警卫被分离叫住 原来这一切都是两个人安排的 他们还想要把罪责 推到凯尔身上 飞机降落 凯尔从机长嘴中 得知自己绑架飞机 拿走了巨款 意识到真相的凯尔 将正要下机的警卫叫了回来 外面都是警察 警卫不敢耍花招 几组人员都下机后 凯尔又灭火器打晕警卫 身体素质极好的警卫 在凯尔刚拿走遥控器的时候就行了 为躲避拥有武器的警卫 凯尔将自己锁在机长舱 原来警卫早就设计好一切 包括凯尔丈夫的楼 他需要棺材运送炸弹 也需要几个熟悉飞机构造的人 将自己带入货舱 凯尔在中央控制室 找到昏迷的女儿 警卫也随之追来 凭借着对飞机的熟悉 他在警卫射杀自己之前 将警卫关在控制室 逃出身天的凯尔引爆炸弹 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 从烟雾中走出 永远不要低估一个母亲 她可以拥有战胜任何人的力量 天网灰灰 数而不漏 警卫和芬妮的计划十分严密 可是他们低估了 寻找朱利亚的凯尔 两人最终落网